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发表自治居所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的报告 有关报告相对中立,有公信力,而市场回响也非常之正面。评论员普遍都认为有关报告反映现实,甚至比很多不同来源的数据更加坦白。 报告承认了整体可供出售房屋的数量,与社会需求仍存在颇大距离,这种面对问题的态度及让公众知道实况是值得欣赏的。 报告亦进一步确认六成半的自治居所住户是已经供满留了,而未供满留的自治居所住户每月按揭还款的中委数指是9500元。 反映在低息情况之下,业主板快的稳守能力是远远高出买家以价能力的,期望楼价大跌没有理据支持。 报告亦十分重视置业率,并指出自治居所的社会效益,自治居所对家庭置为重要,如保障人身安全。 提供个人空间,稳定情绪,向上社会流动及累积财富。 自治居所亦为整体社会带来显著效益,包括培养归属感及公民意识,增强投票意欲及财富公平分配等。 故此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多重重大意义。 事实上,这正是香港楼市的深层次矛盾。香港自治居住比率是较很多发达国家要少的。 例如新加坡、英国、日本和欧美国家。 更加重要的是,2019年香港自治居所比率下跌至49.8%。 为20年身低,35岁以下年轻人占自治居所互主的比率更大幅缩减至9.820万人或7.6%。 相关数据反映出夸待的贫富懸殊。 但不者认为检讨制度之前,我们先要认清楚香港社会这20年出现了错误的置业观念。 年轻人基本上缺乏了奋斗心及置业决心。 希望独立居住却不乐意付出的思想,令到不满情绪增加。 这个问题不单只涉及年轻人。 我被作为长辈、社会、政府及传媒都有责任。 但我想说年轻人并没有失去置业机会。 如果用人均入适中位数字。 两位合乎收入的年轻人只要储钱三年就已经可以用林郑Plan买到550万的楼及可借到九成按揭。 在低息之下,供楼普遍便宜过租楼。 所以不存在租得起楼但供不起楼的情况。 550万的楼在新界西的供应是充盈的。 在这份自治居所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的建议书中。 将市值约为650万物业置业为一个上车的假设对象。 但上车置业从来都是在较偏远的地方。 20年前如是。 40年前也如是。 现在更不应该以市区来做一个假设。 如果在轮近深圳及珠海的屯门及天水围区。 650万是可以买到三房私楼单位的。 这也反映出,香港大部分精英都弄错了目标。 也可能会给予年轻人错误信息。 当然,楼市辣椒虽然巩固了香港的金融系统。 令近年香港面对美国的制裁都受得起风浪。 但因为凍结了楼市成交量。 于是购买力金字塔顶尖的人就会去买供应减少的单位。 楼价自然屡创新高,政府在供应量不足的情形之下,将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由64分配去到73分配。 事进一步令到私楼减少的。 最后,不者都想赞赏,因为看完这份报告。 我相信无资产者会知道土地财是最重要的。 而官员也更加要明白提高效率去增加土地也是重要的。 而有资产者要明白,我们要更加支持政府开发土地。 因为这种矛盾继续加深下去,会令到社会不稳。 亦会令到我们的资产最后都会受损。 香港是有条件实现共赢的。 在2021年新一业里面创造更好更繁荣的香港。 在2021年新一业里面创造更好。